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来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自然科学领域课程纲要 我们分成九个部分介绍 从12年国教的改变 素养导向的教学与评量 到探究与实作 议题融入规划事例等面向 希望能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的自然科学领纲有所了解 第一章节 12年国教新课纲改了什么 12年国教为了实现全人教育的理想 定定自发 互动 共好的理念 希望成就每一个孩子 进而定定了四个总体目标 本新科纲以核心素养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就是能适应现在的生活 并能面对未来的挑战 除培养学生拥有知识 也强调涵盖情义价值习惯的态度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进而达到全人发展的面向 从九九科纲到新科纲 可发现仍然重视务实之用的专业技能 但是更强调核心素养 在专业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 自然科学领域科纲 也依循这样的原则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而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所谓三面指的是 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在各自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以上这些都必须落实在生活情境中 学生才能实践终生学习的目标 十二年国教新科纲最重要的 就是借由核心素养为主轴 透过转化 发展与对应等机制 进而发展出包含物理 化学 生物三科的自然科学领域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社会成员应该共同具备的 以核心素养强化各教育阶段之间的连贯 以及各领域及科目之间的统整 而素养导向的课程及教学 就是实现育人为目的的途径 考量技术型高中的学生 未来群科的属性差别 内容方面从九九课纲A B C三个版本 调整为A B两个版本 并对各版本学分 时间分配 与适用群别提出建议 本领域的学习内容包括 自然界的组成与特性 自然界的现象 规律与作用 及自然界的永续发展 而学习表现则包括 探究能力之思考智能 探究能力之问题解决 及科学的态度与本质 首先 以表格简要标示出 九九课纲与十二年国教新课纲 物理A版规划内容之不同 其中 新课纲A版增加了 自然界的尺度 量子现象 物质间的基本交互作用等内容 并随科技进步与时俱进 增加物理在生活中的应用实力 新课纲 物理B版 删除转动 一体表面张力与毛细现象 百努力方程式及其应用等内容 新增物质间的交互作用 物理在生活中的应用及示范实验 供教师在教学时说明 新课纲化学A版 主要增加三个实验 以培养同学动手实作的能力 内容在能源的部分 增加可燃冰的介绍 删除大气中常见气体 如氮 氧 二氧化碳等的制备反应 内容在能源部分 删除热化学反应式 反应热 煤 汽油 柴油 天然气 以及液化石油器等热质的比较 石油的分量及其主要产物的用途 化学B版本新增限量试剂 还有实验勒沙特略原理 和一般有机化合物的特性 删除C版 溶液的性质 氧化还原 酸碱盐等内容 较理论计算的部分 删除电解点化钾溶液质合物介绍 也新增天然灾害与防治 永续发展与资源的利用 气候变迁之影响与调试 能量部分增加液盐油 可燃冰介绍 实验部分增加鼻涕虫 删除耐伦的制备 环境污染与防治的内容 则融入前面的章节 新克钢生物A版新增探究活动 以培养学生使用知识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科学 科技 社会及人文 资源与永续发展 新增抗生素与疫苗 人类的移植技术及生殖能源 新克钢生物B版 删除部分探讨活动及学习内容 目的在使学习内容更清晰 并具系统性 使学生能衔接专业知能 建构及培养问题的能力 同时本页的三个主题中 也在内容有部分的增删 第二章节 公民基本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有助于 我们看清问题的本质 分辨真假 每个公民都应该具备科学素养 学会用科学的方法 来思考和学习解决问题 技术型高中自然科学领域 在基本理念引导下 培养学生自然科学基本素养 具备基本自然科学智能与探索能力 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中有效沟通 参与公民社会做决定与解决问题 且能理解并判断媒体报道中 与科学相关之内容 自然科学智能应用于日常生活问题中 例如当运动挫伤当下 是要冰敷或热敷呢 热量由高温区流向低温区 所以刚扭伤时 因冰敷将热量带走降低发炎反应 相反的 当渔氢出现时 则应给予热敷提高温度 即可加速渔氢退去之速度 以粉尘尘爆为例 粉尘或喷雾的形式 让物质粒子变小 即整体表面积变大 反应速率变快 燃烧产生气体 气体因温度升高 体积迅速变大膨胀 极易爆炸 透过自然科学领域之学习 能理解并判断媒体报道中 与科学相关之内容 第三章节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以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让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章节 素养导向的教学与评量怎么做 在自然科学领域A版课纲核心素养三面九项中 实践在能量的有效利用与节约之教学现场 培养搜集相关资讯与条件的能力 并具备以科学方法进行推理与逻辑思考 以解决问题之能力 以A2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 呼应A版学习内容 能量的有效利用与节约的教学势力 不但强调学生能运用思考智能及比较对照 简合相关资讯与结果 更希望学生可以对科学资讯 保持批判的态度 检视其真实性与可信度 在现今能源议题纷扰中 形塑自己的见解 核心素养三面九项中 B1符号运用与沟通表达的具体内涵 在牛顿运动定律之教学现场 操作运用语言文字与科学符号 与日常生活进行推理 逻辑思考 理念表达 以及与他人沟通分享 在B版学习内容牛顿运动定律教学中 培养学生可以具有定性与定量的判断与描述能力 同时能透过习得的知识 说明现象与结果 以及关联性与差异性 学生能经由探究的结果 进行证据或数据的分析整理 从中发现薪知或解决问题 实践于日常生活中运动现象与受力状况的参对比较 素养导向的教学设计 强调学习历程情境化与脉络化 注重知识的实践 让学生拥有带得走的能力 在教学时 素养导向的教学 舒服因核心素养 学生学习重点 包含了学习表现和学习内容两部分 在物理科的学习中 跑车在隧道里以每小时90公里行驶 如何才能避免追撞事故发生 经研究显示 一般驾驶人刹车反应时间含触发 感知判断 松开油门 刹车 开始有效刹车 约为1.6秒 以此换算 在时速40公里 刹停距离需要17.6公尺 时速50公里 需要22.4公尺 时速60公里 需要27.2公尺 在探索生活情境中 操作分析与发现 及养成应用科学思考与探究的习惯 培养学生在多样不同的生活情境之下 将情境问题转化成科学问题 使用物理学科知识 及诠释数据的能力 火烧车发生的原因相当多 除了车祸 零件老旧之外 当车辆在隧道塞车 由于高温及油气浓度高 所以也很容易发生火烧车 在化学科的学习中 从火烧车意外发生 进行探究空气中之气体分子种类 与温度关联 物质浓度与反应速率关联 空气温度与反应速度的关联 如何避免火烧车等问题讨论 培养学生将情境问题 转化成科学问题 使用化学学科知识的能力 在生物科的学习中 借由日常生活中刹车的情境 思考驾驶 在看到施工的工程车 到刹车过程中 人体的神经传导路径 在探索生活情境 操作分析与发现 即养成应用科学思考 与探究的习惯 素养导向评量设计原则 包括方式多样化 目标多元化 实施历程化 设计情境化 以及内容可跨科 此例评量设计情境内容 是禁止议题的压力及浮力 学生能经由探究的结果 进行证据或数据的分析整理 从中发现新知或解决问题 并可和其他相关探究的结果 参对比较 以晒颜真实情境的评量设计 能透过习得的知识 说明现象 结果 关联性与差异性 进而推论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 以生物产卵次数评量设例 架构式运用证据解决问题 其探究内容与过程 则是归纳经验数据 培养学生能从资料与图表的理解分析中 获得新知 进而反思生活里的相关课题 第五章节 跨域学习 在一般科目八大领域的课程架构下 以分科教学为原则 并透过跨领域 跨科目 专题实作 实验课程 或探索体验等课程 强化跨领域或跨科的课程统整与应用 跨域学习的课程可分为 一般科目及一般科目 一般科目及专业科目 专业实习科目 专业科目专业实习科目之间三种类型 此三种形态都能就相关学习内容设计教学课程 让学生达成跨域学习的目标 跨领域 跨科学习需做事前准备 首先得掌握教学主题 接着协调师资与时间 最后由校内行政协助开课 新课纲强调培养横向整合的素养 与跨领域的学习 以科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为例 学生在自然领域中结合物理 化学 生物的学习内容 能够分析讯息 资料与知识 在讨论学习中体验科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手机的发展研究就是典型的案例 自然科学与七大领域跨域 如与科技领域做工程 科技 科学与数学的统整与应用 做生活议题的探讨 与综合活动领域 环境监测数值的资讯取得 生物放大效应对食物链的影响 与健康体育领域 事故伤害处理 职业安全卫生 也可做跨领域学习 第六章节 专业群科连结 自然科学领域在专业类科的需求 而分为A、B两种版本 其中A版的课纲设计为避免繁复计算 而着重于日常生活物理现象与科技应用的概述 希望学生能具备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 培养国民的基本科学素养 B版的课纲设计则配合专业需求 希望学生能认识科学方法 并增进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之能力 进而能应用于未来生活或工作职场上 以适应科技社会之快速变迁 自然科学领域连结15个专业群科 促成跨领域的教与学 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 结合专业实作技能 使学生能够运用科技与工具 有效解决问题 技术型高中物理科目的课程 包含力学、热学、光学、升学、电磁学 及近代物理等学习内容 涵盖古典物理学和近代物理学 讨论生活中的各种物理现象 物理应用于机械群机械力学、机械原理、土木 建筑群的基础工程力学及材料与试验 应用于电机电子群的基本电学 电子学与电工机械也和物理高度相关 物理的力学、电磁学等与专业科目的机械力学、应用力学、基础工程力学 及基本电学等内容息息相关、理论与应用互相搭配 化学科目的课程包含有机、无机、物化、分析、生化、硬化及化工等学习内容 讨论生活中的各种化学现象 化学应用于化工群的有机化学及基础化工 应用于食品群的食品化学及分析实习 机械群的机械材料、水产群的水质学实习及土木与建筑群的材料与试验 也与化学高度相关 化学课程如气体定律、平衡与反应速率、有机化学、自然界的物质、环境各类污染 生活中的化学材料等与专业科目的基础化工、食品化学与分析、材料与试验 实习科目的水质学实习等内容息息相关 有关理论与应用互相搭配 生物科目的课程包含遗传、生态、细胞、生理、形态、演化等学习内容 讨论生活中的各种生物现象 生物科学知识可以应用于农业群的专业科目 如农业概论、生物技术概论、生命科学概论等内容中 家政群的家政概论内容所提及的膳食与生活 也与生物学知识息息息相关 生物课程与各群科专业科目、农业概论、家政概论、食品维生物、水产生物概论、生命科学概论 及生物技术概论等内容息息相关 理论与应用互相搭配 第七章节 探究与实作 在新课纲中 自然科学领域特别强调探究与实作 其科目名称人为物理、化学、生物 另于课程计划中勾选探究与实作项目 探究与实作是自然科学预培养的基本能力 而其进路之一 做中学 实作内容其忘能 发现问题 规划与研究 论证与建模 表达与分享 以探究物质尺寸大小为主题 同领域跨科为例 物理科可以实行光谱仪和透镜的制作 化学科可以实行艳色反应和QQ球高分子的实验 生物科可以实行显微镜的使用 及动植物细胞的观察 以探究能源及永续发展为主题 同领域跨科为例 物理科可以藉由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发电机的制作 来了解永续能源的发展 化学科可以藉由电池反应 暖暖包和冰冻包的实验 来了解化学能转电能 以及吸放热反应的应用 生物科可以藉由生物科可以藉由生殖能源的利用 来了解能源发展与生物的结合 以探究、环境保育及永续发展为主题 同领域跨科为例 物理科可以藉由绿建筑和人造语的制作 来了解永续环境的发展 化学科可以藉由校园水质检测及水质净化的实验 来了解环境保育的重要 生物科可以藉由校园生物多样性调查 和基因食品的调查 来了解环境保育及永续发展的结合 第八章节 议题融入 新课纲于教学中应适切融入的19项议题 可在物理A版波的线上单元 及物理B版波动的特性单元 振动与波单元课程设计中 适当融入海洋教育的议题 认识海洋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波动 在化学AB版和化学B版单元中 融入海洋教育议题 了解海浪、海啸与黑潮等海洋的物理特性 以及岩度、矿物质等海洋的化学成分 探讨海洋生物资源管理策略与永续发展 在生物A版、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与永续经营 及B版、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单元中 适当融入海洋教育的议题 教师可于课堂中提及 若没有做好海洋生物资源管理策略与永续发展 海洋资源将枯竭 学者呼吁2048年恐无语可吃 以引起学生对海洋生物资源管理策略 与永续发展的重视 物理、化学、生物三科 可以借由教导速化海洋的议题 将海洋教育融入课程当中 在课程A版、物理波的现象单元 及B版、物理波动特性单元 与振动雨波单元 引导学生探讨太平洋垃圾带的现象 在化学A版及B版的 海洋资源与水污染与防治单元中 说明海洋的化学成分、塑胶的化学成分与特性 及塑胶垃圾对海洋资源造成的影响与防治 塑胶物质多半由石化工业合成 制作过程中常添加固化剂、增塑剂、抗氧化剂等 在自然界中非天然物不易被微生物分解 当此类物质流入海洋中 而海洋生物不小心误食 则产生病变或死亡 故将形成生态浩劫 在生物A 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与永续经营 即在天然灾害、环境污染与防治 次主题中的环境污染单元 生物B 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单元中 可以说明海洋塑胶污染 对全球海洋生态、生物多样性 生物与人类的影响为何 及生物与环境累积 及生物放大作用的后果 总结 自然科学教育提升独立思考 及创新应变之素养 实现12年国教全人教育的理想 成就每一个孩子 改变从我们开始 成为谨恨的改变 改变 RY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